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诗诗纪十章十六节 经文说 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 诗记描述 以色列民的悖逆 惩罚悔改 拯救的循环 他们呼求神 神就拯救他们 但依然因为他们所受的苦难 心中担忧 神不愿意 我们因为罪而受苦 到了新约 以复所书四章三十节 保罗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数的日子来到 让我们警惕犯罪的结果 保守自己清洁 每天活在神的喜悦中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罪的结果 我们思想 罪的结果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 在创世纪 四十二章 八到二十三节 旧约圣经创世纪 四十二章 八到二十三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他藏我灵 七妙的教主 就是耶稣国主 这七妙的教主书国 他藏我灵魂在云盘时当中 是我的奸细的奖河 他藏我灵魂在世纪役 不敢客气 不敢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 那藏我生命在他灾里 用他全数来孤寂 他藏我灵魂在世纪役 不客气 他藏我灵魂在世纪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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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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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藏我灵魂在世纪役 创世纪第四十二章 八到二十三节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 他们却不认得他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 就对他们说 你们是奸细 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对他说 我主啊不是的 仆人们是敌良来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约瑟说 不然你们必是窥探 这地的虚实来的 他们说 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 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 有一个没有了 约瑟说 我才说你们是奸细 这话实在不错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 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宴出来了 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 把你们的兄弟带来 至于你们 都要求在这里 好正宴你们的话真不真 若不真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你们一定是奸细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尖里三天 到了第三天 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 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尖里 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 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 你们也不至于死 他们就照样而行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刘便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刘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 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识传话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创世纪42章8到23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21节 创世纪42章21节 经文说道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创世纪42章21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创世纪42章21节 创世纪42章21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创世纪42章21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罪的结果 雅各的儿子们 因为嫉妒的缘故 把自家的弟弟约瑟 卖作奴隶 约瑟被卖往埃及为奴时 年十七岁 到三十岁 他被法老立为宰相 之后经过七年封年 约瑟在期间 为埃及囤粮备荒 到约瑟重建他哥哥们时 他在埃及已经居住了 二十年之久 受父亲雅各之命 去买粮的那些兄长 并认不出约瑟 于是约瑟就试试他们 看看他们是否有所改变 而这在《创世纪》第四十二章 所记述的就是他们的回应 他们等待神惩罚他们所犯的罪 整整等了二十年 二十年来 他们只深受良心责备 随时准备接受他们认为 神必会降下的惩罚 当你带着人为承认的罪过活 并且拒绝纠正过失的时候 你不但要背负罪疚的重担 同时 也无能力去分辨 所面对的祸患 是不是神的惩罚 约瑟和他的兄弟所经历的 并不是神的惩罚 但他们却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 罪会令你混淆不清 是你不能正确地分辨 所面对的处境 是否是出于神美意的安排 只有当你承认自己的罪 并竭尽所能去弥补过失的时候 你才可以正确地做出分辨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宗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罪的结果 这个题目 当神秘饥荒降在迦南地 那地的粮食就断绝了 约瑟为法老所讲的梦 正逐步实现 而神给约瑟的梦 也开始逐步实现了 神给过约瑟什么梦呢 约瑟在梦里 梦见他跟哥哥们 在田里捆合架 他的脉捆站立起来 哥哥们脉捆 都来围着他的脉捆下拜 这个一梦是神给约瑟的 神已经把未来的事情 借着梦指示约瑟 约瑟把这梦如实地告诉他的哥哥们 他的哥哥们 如果有敬畏的心 会想 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 而不是满心嫉妒 愈发恨他 后来约瑟的哥哥们 往事件去 放他们父亲的羊 趁着雅各派约瑟去看看他们 跟羊群是否平安 他们起了恶念 想把约瑟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 谎称 又猛中来把他吃了 他们说 我们且看他的梦 将来怎么样 刘便首先出面阻止 对他们说 不可流他的血 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 不可下手害他 刘便的意思 是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 把约瑟归还给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 把他丢在坑里 约瑟哀求 他们也不理会 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 取目观看 建有一伙以示玛丽人 从基列来 用骆驼 投着香料 乳香莫药 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 对众弟兄们说 我们杀我们的兄弟 藏了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 以示玛丽人 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第二个出面拦阻众人 不可下手害约瑟的 就是犹大 圣经说 众弟兄就听从了他 这间米店的商人 从那里经过时 哥哥们就把约瑟 从坑里拉上来 想定二十社科的银子 就把约瑟 卖给以示玛丽人 他们就把约瑟 带到埃及去了 再人看约瑟 是被卖到埃及去的 但实际上 他却是被神打发去的 诗篇一百零五篇 十七节 诗人说 在他们以前 打发一个人去 约瑟被卖为奴仆 以后约瑟 跟哥哥们相认的时候 创始记四十五章 第五节 他说 现在 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由自恨 这是神拆我 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四十五章的七到八节 约瑟又对他的哥哥们说 神拆我 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势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拆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是我如法老的父 做得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约瑟明白 这一切都不是意外 乃是神的规划 约瑟被卖的时候 刘便当时不在场 等他回到坑边 想要营救约瑟的时候 发现约瑟不见了 他就撕裂衣服 回到兄弟们那里说 童子没有了 我往哪里去才好呢 当第七个荒年 如约瑟所说的 随着七个荒年 结束的时候来到 各地都有了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各地的饥荒都非常严重 因此各地的人 都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去敌粮 创世纪四章二章一到二节 经文说 雅各见埃及有粮 就对儿子们说 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 我听见埃及有粮 你们可以下去 从那里为我们的些来 使我们可以存活 不治于死 在粮食紧张的年间 雅各听说埃及有余粮 他想到的只是吃饭的问题 让一家人能活下去 没有想到之后 戏剧性的发展 但神在掌管一切的环境 他要做比我们所能想到的 更美的事情 因为雅各的吩咐 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们 都向埃及敌粮去了 至于边亚敏呢 雅各恐怕他遭害 就没有让他一同下去 雅各因为疼爱变雅敏 把他拴在裤腰带上 须与不离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 不知跳梁给他们的官长 就是约瑟 他们就脸浮在地 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 就认得是他们 却装作生人 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 问他们说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说 我们从江南地来敌粮 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 他们却不认得他 一方面是 因为约瑟的地位不同 第二可能是外形改变 再加上 他们之间 是用翻译人员在传话 约瑟想起 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 第二个梦 他梦见的是太阳 月亮 与十一个星 向他下拜 所以这个梦 要应验必须是 十一个星 不是十个星 换句话说 他弟弟毕亚敏 跟父母亲 也要到他这里来 而为了要了解 老家的现况 他以怀疑他们是 窥探埃及虚实的间隙为由 用严厉的话 审问他的哥哥们 哥哥们当场喊怨说 我主啊 不是的 仆人们是 狄良来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他们说 他们同是一家人 约瑟对他们说严厉的话 是出于关爱 想了解家人的情形 而不是为了报复 他的哥哥们 就把家里的情形 一无一时告诉他 说他们本是兄弟十二个人 都是江南帝 一个人的儿子 最小的现在 跟他父亲在一块 还有一个已经不在了 约瑟知道父亲 和弟弟都安好 也就放心了 但是他想见变雅明 就坚持他们是奸细 除非把他们的小兄弟带来 才能验证他们的话不假 于是约瑟 把他们都下在尖里三天 可能约瑟被哥哥们 丢在坑里三天 他们本来要让约瑟自然死 后来因为犹大的提议 才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 卖给尔什玛利人 到第三天 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照我的话行 就可以存活 当时哥哥们是不敬畏神 向约瑟行了恶 现在他们也尝到了 如同被扔在坑里 三天不得自由的滋味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 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 囚在坑里 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然后把你们最小的弟弟 带到我这里来 这样 就可以证明你们话是真实的 你们就不必死了 因为是攸关他们性命存活 生死问题 圣经说 他们就照样而行 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一节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起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当时他们是用西伯来话在交谈 恶待约瑟 把他卖来的罪疚感 一直存在他们心里 二十多年来都忘不了 尤其 他们自己被关了三天以后 对约瑟的苦 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一个人如果做了亏心事 因为良心不安 对于报应是很敏感的 民书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 神说 要知道你们的罪 必须追上你们 所以要远离罪 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二节记载 刘编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刘他写的罪 向我们追讨 他们并不晓得约瑟听得出来 他们之间的对话 这些都是约瑟的设计 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四节 经文说 约瑟转身退去 哭了一场 又回来对他们说话 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 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 哭完了以后 约瑟没有挑出流便来 因为他晓得流便无以害他 那么他的二哥西面 在这件事情上 就要负上最大的责任了 以后约瑟又设计 让他的银杯 从弟弟宾亚敏的口袋里被搜出来 要看看哥哥们的态度如何 会不会撇下便亚敏以求自保 但结果就是出人意外的好 哥哥们没有把责任推给便亚敏 让他独自承担 而愿意跟着便亚敏回去 和他一块承担 当约瑟告诉他们 他们一举一动都瞒不了他的时候 尤大带头说话 说 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 都是我主的奴仆 尤大不把焦点放在 碧亚敏到底有没有偷银杯上头 没有为他们行为辩白 因为他感到神已经查出 他们从前恶待约瑟 一直隐藏的罪孽了 这是神要对付他们 因为他们所犯的罪 导致他们的小兄弟不保 约瑟听了一定心里很受感动 因为他这样做本来就是 要为哥哥们能与他重新复合做准备 尤大已经代表其他的弟兄 承认他们是有罪的 但约瑟决定那是两回事 要看看当便亚敏要被留下来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 尤大在一段感人的申诉中说 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 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尤大恳求约瑟让他留下来 代替便亚敏做奴仆 好叫便亚敏能够跟哥哥们一同回去 知道哥哥们有爱地之心 有护地之情 当时候到了 约瑟这才与他们相认 告诉他的哥哥们 说 我是约瑟 弟兄姐妹 什么时候我们诚心向主认罪 并且勇于承担责任 就会听见主用词声对我们说 放心 是我 但我们若闭口不认罪 就会因终日哀哼 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主的手则我们身上沉重 知道我们向他沉迷我们的罪 不隐瞒我们的恶 主才会保佑我们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我们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 因我走这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别地许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 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 你守 借与我走着人生路 那你守护 你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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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守护 你守护 你守护 你是我的主 因我走着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就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灭的一世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到盼望 念我们长存无亏的良心 说免于受到罪的扰害 月色的哥哥们 因为恶待国约瑟 心里常常存着妄疑 每一遇困难就感到是遭到报应 终生活在罪疚的阴影底下 求助保守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你记得约翰告诉我们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以为中保 求人那义者耶稣基督 帮助我们莫忘 你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你的恩典和大能 促使约瑟的哥哥们知罪 不再用极度的心对待变亚敏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而是关切雅各的心情 帮助我们在那恩典中长进 能够以你的心为心 能够在所前的世上 讨父神的喜悦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